常見的一些問題 有多少人是在美國結婚的 在美國結婚拿結婚證書 是怎麼拿 還記得吧 記得是怎麼拿 牧師簽字 牧師簽字是在教堂結婚 到政府去拿 是到政府去拿 基本上到政府去繳塊錢 繳錢就有了 我也是在美國結婚的 然後也是去City那邊 然後他叫我把那個Ring 放進去對方的Finger 我還聽不懂他講什麼 反正就把他塞進去就對了 好簡單喔 繳錢就有了 我有朋友Drive through Drive through Las Vegas 更快 Las Vegas 24-hour Chapel 24小時 Anytime 進去按鈴 那個牧師就從床上跳起來 然後就幫你證婚 他就住在那裡了 太簡單了 比駕駛執照 比駕駛執照還要容易拿 有沒有人考駕照考三次的 以上的 蛤 以上的 以上的 真的很不容易啊 還要請教練來 好 然後過去如果開過車的 聽說過去開過車來這邊要拿執照更難 因為要改那個習慣啊 很難 好 但是呢 我們結婚呢 卻都不需要上課 沒有人告訴我們應該怎麼做比較好 蛤 那真的是比駕駛執照還要容易拿 你知道那個 在這邊的 Chain Store 連Mondano要訓練一個收銀員 都要訓練好幾天 為什麼他需要訓練那麼多天 只是Punch In而已 為什麼訓練那麼多天 因為他要讓他們知道 我們公司的理念是什麼 我們對顧客的態度是什麼 怎麼樣經營這個 怎麼樣去做好你的本分啊 這些都需要教 然後他才會的 但是呢 很多時候我們婚姻呢 我們卻這樣子 反正相愛就好 就進去了 然後就大家都撞得頭破血流 事實上呢 我們是可以 如果有做婚前輔導 我們當中有沒有做過婚前輔導 哦 OK 是牧師幫你做 你覺得呢 覺得效果怎麼樣 我的路比較長 OK 很含蓄 今天做的基本上是不適合結婚 哦 很多有做過的都發覺這很重要 那我也相信說這應該是 要是我們以後教會的一個趨勢 能夠為年輕人做這種婚前的輔導 然後會幫助他們比較不用走那麼多冤旺路 好 減少那個幫批弱 好 OK 所以呢 其實健康的婚姻呢 就像植物一樣需要好好的照顧才會長得好 那我們來看看那為什麼會有這麼多家庭都有問題呢 我們來做這一個探討 我們來做這一個探討 OK 那麼這個題目是這樣子 怎麼不見了 好 已經超過鄭君下班時間很久了 靜止一直在看時鐘 不安的等著丈夫回來 鄭君一進門靜止 馬上氣急敗壞的問 你為什麼這麼晚才回來 家裡面的事這麼多也不會幫忙 每天就只會跟那群沒有用的朋友鬼混 那鄭君也不甘示弱 理直氣壯的回應 我們談公事 你叫什麼叫 不可理喻 就會唠叨 結果兩個人呢 聲調就越來越大 充滿敵意 請問問題可能出在哪裡 一樣兩個稍微討論一下 讓你們醒過來 誰會翻 吳醫師會翻 免電話 沒有 沒有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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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對對 好 唯良 唯良會翻 那你講他翻 可以啦 他也說得很重要 因為他快點中間我聽不懂啊 這兩夫妻中間 我知道他們 背後他們有不滿意的情形 已經有不滿意了 有的話 總是有一個人要幫助他們 一定要有人幫助才有可能 是 OK 好 就這樣 好 感謝 我們跳過來這邊 那個林一真 坐著就好 你們小組不是說想要上來表演一下 表演 沒有那個演員 四個導演 沒有演員 我們討論的就覺得說 有敵意的產生是兩個人態度都不好 兩個人都有錯誤 那太太他首先是他很不安 他很交集 實際上這個不安和交集 也是處於太太對丈夫的愛和關心 但只是他的表達方式不同 他用了一種批評的口說 你為什麼才回來 然後他對他已經有埋怨在裡面了 然後先生呢也不對 也沒有說去一定的安撫和給太太這個愛 他是說 我們談公事 你叫什麼叫 他的口感很明顯 首先說 他就說 我們談公事 他覺得這是一個很正當的事情 來 來 就是否定你對我的這個關係 他沒有把家庭放在手裡 而是把朋友和事業都放在前面 所以我們覺得說 這個問題可能出在的地方就是兩個人的關係跟溝通都很不好 是 那麼 所以呢 如果這個太太 一進門呢 像吳醫師講 就開始講這種 這個話嗎 剛好讓先生的罪惡感也可以講 你兩個人就對罵起來 所以他雖然出去偽婚 他也覺得偽婚也理所當然 反正你也不在乎兩個人 所以這樣反而讓關係就更加的惡劣 是 那所以呢 這個我們就覺得說 這個如何能夠做有效的溝通 而且是正確的溝通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 是溝通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所以如果沒有好好的溝通的話 這麼小的事情都可以炒成這樣的話 那更大的事情更不小心 是 這個家就完全沒有辦法去承受任何的這個打擊 那這個家庭簡直就 等著婚捨 等著離婚 等著離婚了 對啊 所以我們覺得要知道這個 決定結婚開始的一切都是我的錯 這才是最重要的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 所以說其實是先生已經有罪惡感了 但是當太太這樣子來吵的時候 先生正好就順著跳進去 然後也減低他的罪惡感 是因為你先不可理喻 所以我才這個樣子的 好 好 再來 下一個 所以我們這一組覺得呢 總而言之就是溝通不良的問題 所以說如果說鄭君 他的問題是他至少打個電話回家 嘿太太我今天有一點事 然後開會也好什麼也好 想溝通一下 第一 主要的導火箱是證據沒有相關老婆溝通 是 然後接下來就是那個老婆呢 沒有用愛心說誠實話或者什麼 有啊 她很誠實 哈哈哈哈 沒有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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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應該要怎麼樣有愛心呢 她應該說 她應該說老公一進來的時候 老公你知道我在等你吃飯也好 我在我很焦急 如果你下一次的話 是不是可以想打個電話回家 或是什麼 非常好 這裡講到的是講到情緒 她講說我在等你吃飯 如果停在這裡的話 對方會講什麼 你又不會先吃啊 幹嘛等 我不是小孩子 我自己也會吃啊 但是呢 她有講到的是什麼 交集 對 我很擔心 她可以把她感覺 表達出來 是是是 想像感覺到她愛她 表達情緒非常的重要 其實我們溝通啊 很多的部分都是情感的溝通 我們在講話 特別夫妻在講話 是非常不理性的 都是感性在裡面 都是感情在裡面 所以要學習把感情表達出來 你看這個太太有沒有講感情 沒有 沒有 她全部都講事實 事實是什麼 你這麼晚回來 你家事沒有幫忙 鬼混 都是在講事實 結果這個先生呢 每一個事實都講對了 很沒面子 所以要怎麼辦 反擊啊 另外一個是她做人生攻擊 如果她講說 你跟那群沒用的朋友鬼混 就等於她也把她的朋友罵了 一起罵 所以她講說 物以類聚的話 先生就覺得說 那你的意思是 我也是沒用嗎 所以說 所以人生攻擊 沒有針對事情 沒有針對事情 是 然後做人生攻擊 是 然後有血氣 血氣 血氣 血氣也是我們 那先生呢 回答的時候 她只要回答說 我們在談公事 她不要後面加 不可理喻 不可撈叨 就會撈叨什麼 說是就是是 不是就是不是 都說就是除以二 我們就是覺得是這樣 導火箱是男的 可是女的沒有用正確的來做一個EQ 就是沒有控制好 很好 鼓勵一下 好 下一組 我們跟他們的很相似 有愛 有愛 所以說 有愛 有愛 他們不懂得表達 不懂得表達 我們會討論如何 所以我們的二十八博文章是 雅各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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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Proverbs 真言 一十五博文章 柔和回答 十五博文章 十五博文章 所以我們覺得 人是很有情感 所以很容易會生氣 但是後來他們應該 妻子和妻子都要讓他們一起 讓他們很愛人 然後展示他們的感覺 好 福利一下 結果他們吵成這樣 他們說他們彼此很相愛 剛剛在這邊講說 還有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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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來看看到底婚姻當中 常見的問題會是些什麼 根據呢 我們現在還有多久 我們還可以錄多久 各位 根據呢 這些現代的心理社會學家 他們歸納出最少五個問題 最常見的五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你們剛剛一直在強調的 溝通不良 溝通其實是一個很重要 我們第六課會講到溝通 那我們這裡講一些 你們猜猜看 我已經跑出來了 我已經跑出來了 猜猜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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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婚姻溝通都有問題 有 但是呢 如果去找輔導的話 你們猜猜看 也看到了嗎 沒有 百分之百 都有問題 百分之百都有溝通的問題 他們不知道怎麼表達 他們只是講事情 因為有問題才要去找 對啊 所以應該答案也是百分之百 那我是說 已經去找婚姻輔導的 那對婚姻 那些婚姻呢 是百分之百有溝通的問題 你那個中間斷掉 就是說 百分之百是有溝通不良 你需要輔導 的婚姻的話 就有達到百分之百溝通不良 我的中文不夠好 不是 這是兩個人 對 是兩個不是連在一起的 對 這樣你 understand嗎 就是說 他們婚姻已經 覺得需要去找輔導了 那輔導分析他們的問題當中呢 溝通不良 都是有問題 都是 每一個來找輔導的 都是溝通有問題 但是沒有去找輔導的婚姻呢 也有百分之八十五 溝通有問題 所以溝通其實很多時候 在婚姻當中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那我們剛剛提到 夫妻常常呢 心裡面話不要說 只講 只講事情 都講事實的時候 沒有把情感表達出來的時候 常常沒有做好的溝通 好 而且不只是這樣子 男女也有很多的不同 我們也會提到 再過來呢 是自我中心 溝通不良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想 當然而 我們自以為是 我們用投影反射的 我是這樣 那麼 你也應該是這樣 有沒有聽過人家說 哪有人像你這樣 有沒有 哪有人像你這樣 的意思是什麼 所有的人都跟我一樣 你不是人 要不然怎麼會 哪有人像你這樣 好 所以呢 自我中心 其實是我們每個人都會有的 那也是比較性格不成熟的人 會更嚴重 我們都希望別人來同我們的理 那這是自我中心 就是 你怎麼都不會想到我 就是用從自己的角度去看 有一對老夫老妻呢 他們家隔壁搬進來一對 新婚夫妻 像你們這樣 新婚夫妻 然後呢 這個太太呢 就看 哇 每一天啊 這先生要出門啊 太太就這樣子 在那個drive way 又輕又抱又穩的 這樣子難分難捨的 然後呢 先生下班回來 太太就這樣 飛奔出來 然後就這樣 又是又輕又抱 又摟又穩的 然後先生呢 一下子拿花 一下子拿巧克力 然後一下子送禮物 齁 這個太太看了 實在是過意不去 實在受不了 所以呢 就跟她的老公講 欸 隔壁搬來一個新的couple 你知不知道 那個老公在看報紙說 知道 你知道 你知不知道他們在做什麼 怎麼樣 他們呢 你看看那個 那個先生呢 回來這樣子 又送花 又送巧克力 又送禮物 這樣又摟又輕又抱的 拿肉麻當有趣的人 這太太就問說 你為什麼都不會 結果這個先生 就從那個報紙堆這樣 頭趕快抬起來 然後就跟她老婆說 我怎麼可以這樣 我又不是她的老公 我們在溝通 我們都是自我中心啊 用我的想法 好 OK 那 還有 不知道溝通的方法 我們人跟人溝通的方式 其實是學來的 特別是跟誰學 我們昨天才見面 要學 沒學那麼多 通常我們都是跟誰學 跟我們的父母學 你有沒有覺得你講話的樣子 越來越像你爸爸 越來越像你媽媽 有啊 我們都是跟我們父母學 還有 甚至連講話的那個 口氣 用字 都越來越像 因為我們溝通方式 其實是學來 而且是跟我們父母學 我們父母如果他們講話是 相敬如兵 那我們也會學習相敬如兵 在看的是哪個兵 是兵客的兵 還是兵塊的兵 還是短兵交接的兵 我們就是跟我們的父母學習 怎麼溝通 那我們也都承認 偶爾溝通不良是很正常的 但是呢 這專家認為說 如果家裡面 溝通不良大於溝通良好的話 那就會出問題 所以溝通其實是很需要學習的 好 那我們會在有一堂課 專門在講怎麼溝通 那但是也沒有辦法全講完就是了 我們會特別針對的是夫妻的溝通 好 第二個 常見的問題 就是缺乏交集或是過度交集 那其實我們剛剛已經都有講到一點 缺乏交集的話就會漸行漸遠 距少離多一定是漸行漸遠的 因為各自發展嘛 各自有各自的需要 各自有各自的目標 所以就各自發展 而且呢 如果缺乏交集的話 會趨向防禦性 會彼此貶低 你那個有什麼好 哪有人像你這樣 或者是說 男的就會嫌女的 你只會逛街 你還會幹嘛 買東西 好 女的就會嫌男的 你只會 怎麼樣 打高爾夫球 釣魚 玩影響 好 所以彼此呢 就互相貶低對方的興趣 對他的活動 甚至我們剛剛也提到 這個工作上的需要 有內在美跟空中飛人 其實你把對方置於試探當中 那我們剛剛的結論是什麼 到底 是好還是不好 其實是不好的 盡量如果能夠避免的話 要盡量避免 好 因為這個整個 在不一樣的這個 沒有交集的這樣子的環境之下呢 其實是很危險的 我們說不要把我們放在試探當中 好 內在美是怎麼樣 內人在美國 內人在美國叫做內在美 空中飛人 空中飛人 就是飛來飛去的 就像我們剛剛講的 因為工作的需要 需要飛來飛去 那在我們南加州是很多 那我知不知道 這邊是不是也是很多 有越來越少是不是 因為看到很多陣亡的家庭 經濟越來越差 所以大陸那些都回來了 好 因為我們剛剛有在講說 他們說去大陸的是 十個有九個陣亡 有的 淪陷 好 所以大家有看到這些例子 就會比較小心 好 還有呢 如果是過度交集呢 二十四小時在一起 吃飯在一起 工作在一起 睡覺在一起 有少數例外 就像這邊的 但是例外不能形成通則 對 為什麼一直在一起不好 因為缺乏自我 沒有一個自我反省的空間 兩個就是彼此牽制 你為什麼要去那裡 你為什麼要怎麼樣 就是完全就是沒有一個空間 沒有一個自我的空間 而且呢 沒有辦法退一步的去考慮 對方的需要 有點好像彈性疲乏 整天都在一起 有那種彈性疲乏的感覺 比如說我自己的話 我是很需要有獨處的時間 那我先生呢 這兩年呢 他把他的office搬回家 變成home office 我真的好痛苦喔 我沒有辦法工作 然後我的話跟我先生講 拜託 你可不可以出去 你出去好不好 他如果不能出去 我就自己一定要出去 我幾天我就要出去 獨處一下 我一定要出去 我們家附近有operatum 我就去那邊做一個下午 也好 我需要有獨處的時間 有些人是很需要 那有些人就比較沒有那麼需要 但是呢 其實 我們都需要有一點安靜的時間 好 第三個 緊張關係 緊張關係呢 緊張關係呢 我要分成 1 2 3 4 5 5點來講 為什麼會有緊張的關係 其實我們剛剛那個案例 他們 原來有沒有問題 其實他們原來就有一些問題 除了溝通以外 好像原來就有一些問題 有角色的問題 好 可能有他們這個 這個價值觀上面的問題 好 所以我們這個緊張關係意思就是說 雙方有一方不願意改變 而且不願意承認說 我們當中需要去work it out 需要去make it work 拒絕承認彼此的差異 好 那麼首先第一個我們要來講的是 角色的問題 很多時候我們夫妻角色 我們的期待會有不同 我們的期待 我們對夫妻角色的期待從哪裡來 又是從原生家庭 我的爸爸跟我的媽媽怎麼互動 我的爸爸做些什麼 我的媽媽做些什麼 我們就期待 我們的配偶也是這樣子做 所以很多時候是從 父母的角色 自己的期待 也會有造成期待的不同 像說我跟我先生結婚的時候 他跟我講說他很會煮菜 我好高興喔 我不喜歡煮菜的 他說他很會煮菜 結果搞了半天 結了婚以後才知道 他只會煮蛋 蒸蛋煎蛋炒蛋 期待不同 我真的好騙 好 OK 到底家裡面誰當頭 你們家是誰當頭 如果你們原生家庭裡面 是媽媽當頭的 很多時候養出來的 就是一個女強人 結婚以後他也想要當頭 跟他媽媽一樣 好 所以到底是誰當頭 那很多時候呢 這個信主的姐妹們都會說 當然是先生是頭 但是我是脖子 有沒有聽過 你就可以轉方向 因為我要頭怎麼轉 就怎麼轉 所以很多時候 我們嘴巴是講說先生是頭 女性是不是真正的讓先生當頭 然後呢 還有一個角色的混揚呢 就是如果妻子的收入 比先生高的時候 會產生呢 怎麼樣呢 競爭感 跟威脅感 我想要請問弟兄們 如果你的太太 賺的錢比你多 你的感覺如何 誠實講喔 誠實講喔 好喔 誠實的喔 光學歷比你高就不行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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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老實講啦 誠實講啦 男士們 是嗎 女人能力好錢賺的多 聲音就 大 大 甘願喔 你這個在說夢話 我太累了 你這個在說夢話 可是事實上是不是這樣 男性其實有征服感 他們有那種 天生有那種征服欲 所以如果女性 女性太過強 又不知道要尊重先生的時候 婚姻就會亮紅燈 很多時候會亮紅燈 你看那種女強人的家庭 常常你就看這個太太呢 怨聲在道 你跟她接觸你就發現 她好多怨氣 那我們前面也提到 好 所以你們有沒有看過呢 有沒有看過那個女人裡外一手包的 然後很不快樂的 有 那我們上了第三堂課 知不知道為什麼 角色混淆 角色混淆 所以女人應該怎麼樣 缺乏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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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算是錢多 家裡面誰還是頭 老婆 還是要是男人當頭 有一點點不公平 可是問題是 這是上帝造的一個心意 一個順序 好 對呀 男人這樣講對呀 哈哈哈哈 沒有造福而聖經上做的時候 你不一定就要進去 就怎麼樣 雖然說先生是頭 可是還是以基督為頭 如果先生沒有以基督為頭的話 也是沒有用 對沒錯 沒錯 所以在角色上面 我自己還是覺得說 聖經的這個原則是 是我們值得遵守的 不管這個世界是怎麼說 男女平等沒有錯 男女是平等的 但是呢 家裡面還是要有一個次序 那我會覺得家裡面還是 丈夫是頭的 所以上帝也給我學了很多的功課 怎麼樣尊我先生為頭 我陸陸續續會再講一些 好 我們來看 這個 為什麼他又不動 好 夫妻角色的調查 好 那麼你有看到這裡有幾點 第一個是強烈反對 然後第五個是強烈同意 那麼12345 你來做做看 夫妻的也可以做做看 你們可以比較一下 你們現在做做看 如果比如說第一題是 男女在職業追求上面是平等重要 那麼你是強烈同意 還是強烈反對 還是不確定 你就把這些分數都寫下來 寫下來總分加起來 你就知道你們夫妻的角色 是不是一個平等的關係 OK 來試試看 你們寫寫看 那麼如果是夫妻的話 你們就可以比較一下 像其實剛剛吳醫師講說 他非常 非常強烈同意 太太可以多賺一點錢的話 他就可以 在家裡休息 如果他太太也是跟他一樣的話 那他們就會很快樂 他們就可以角色對調沒有問題的 只要兩個同意就好 那如果你這個最後都是 都是一分一分一分的話 就是等於你是比較傳統的關係 也就比較是 男主外女主內 然後呢 這樣子的話 一個傳統關係 只要夫妻兩個都同意 也沒有關係的 OK 那基本上呢 男女職業追求上是平等重要 我是同意 但是我是放在中間 為什麼呢 我會覺得女性還是比較適合照顧幼兒 女性還是有 有神給的那種母親的一個天性 那我甚至會認為說 孩子在前五歲 最好都是自己大 最好不要整天送出去 你看到有一些職業婦女 給他們 早上就把孩子送出去 然後一直到六點 早上六點送出去 到晚上六點才帶回來 然後自己也很累 弄東西給孩子吃 然後就趕快把他洗澡送上床 所以幾乎沒有跟孩子在一起的時間 那麼請問誰可以代替媽媽 有沒有人可以代替媽媽 沒有人可以代替媽媽的 所以我會覺得女性 還是基本上 比男士要更合適做這種 帶照顧幼兒的工作 那我剛剛講到說 我出門去做演講 做這些專題的講課 我也有一個limit 就是我一定不超過兩個禮拜 有時候他們會給我排說 你十天教神學院 然後再過來再一個 帶營會 然後再過來再去下一個神學院 我說不行 I can't 因為我有家庭 我的孩子在家裡面 我不能一次出去太久 那這是我的原則 因為我的孩子 不只是他們需要 我也需要他們 我的孩子的成長 過了就沒了 他不會再回頭了 就是這樣子而已 所以我是覺得說 我還是要以家庭為重 雖然我很愛講 我很愛出去 我覺得出去我還 又沒有老公 又沒有小孩 其實蠻不錯的 還可以休息一下 可是呢 可是事實上呢 我一定要以我的家庭為重 因為這也是我自己的教導 那我也覺得說 我是 我在我 孩子小的時候幾乎都是我在帶的 因為沒有人可以取代父母的角色 好 那這次講到夫妻角色的調查 如果你們兩個都可以在這個角色上面 能夠同意的話 then it's fine 好 那快樂家庭呢 快樂家庭的夫妻角色又是怎麼樣呢 接下來有五點 就是他們覺得 我有沒有碰到什麼 我有沒有碰到什麼 好 第一個是 他們願意變通 我忙 你做 你忙 我做 他們願意變通 他們是一個願意變通的家庭 不是說一定是 你做這個就是一定你做 他們是可以互補的 好 那我自己讀神學院的時候 如果不是我先生扛起來做很多的家事的話 我是不可能去讀的 好 那 但是我畢業以後呢 我就把很多再拿回來自己做了 好 我沒有這樣子得寸進詞 所以 就是願意變通 在夫妻的角色上能夠變通 然後 滿意分工 他們彼此都很滿意 角色的分工合作 他們不會像前面我們討論的那個例子說 你怎麼家事通通都不會幫忙 他們不會這樣 他們滿意說 我們所分配的 我們都很滿意 不會覺得不公平 OK 然後呢 快樂的家庭呢 關係平等 彼此很尊重 OK 然後 以興趣分工 不會死板 先生如果喜歡洗碗就讓他洗碗 哈哈 有沒有哪一個弟兄喜歡洗碗的 唉唷 我告訴你 那個statistic說喜歡洗碗的男士 壽命增加三年到五年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有沒有那種先生喜歡煮菜的 哎呀 不錯 哇 那你就再加三年 我倒五年 哈哈哈哈 OK 不是說一定要是太太煮菜 太太洗碗 不一定 用興趣分工 有些男士 有些弟兄很會煮的 也很愛煮的 也很愛煮的 有沒有那種太太很喜歡修理東西的 有 有 所以不一定修理的一定要男士做 所以是用興趣來分工 不會很死板說 喔 修理的一定是男神 男人要做 不是一定要這樣子的 是用興趣來分工的 然後呢 再過來是 一起決定 一起決定 他們家裡面的角色 他們家裡面的分工 是一起決定跟一起討論的 那麼這樣子的時候呢 他們的角色才能夠平衡 然後呢 接下來呢 哎 怎麼樣 你們還要看剛剛那個是不是 好 一起決定 我們還有多久 OK 再來一個 關係為什麼會緊張呢 是因為性格上差異 你有沒有看到這個圖 這個picture 是一隻牛跟一隻金魚 他們有很大的不同 他們有很大的不同 然後他們要一起跳起來 夫妻性格有很多的差異 其實我們人呢 生理上有很多基本的需要 比如說食物啦 休息啦 我們有很多基本的需要 我們心理上也有一些基本的需要 像說愛啦 安全感啊 好 然後每個人也有我們個人一些不同的基本需要 不同的基本需要 像說有些人是比較有支配掌控的需要 好 有些人呢 是比較做習規律的需要 每個人有不同的需要 像我剛剛講說 我有需要 有需要 是獨處的需要 好 那麼有些人是有 參加party的需要 真的啊 因為有些人 像我的話 我去參加party 我會覺得 剛開始不錯 但是後來會覺得好累 因為我是有獨處的需要 但是有些人去參加party 你看他都活過來 有沒有 上課的時候就沒精神 下課的精神就來了 有沒有 你小組討論的時候他都沒精神 開始吃東西的時候 party的時候 精神就來了 這是因為他從crowd 他從人群去吸取能力 好 所以每個人有不一樣的需要 有的人做事很有條理 有的人做事就比較隨意 每一個人都有他性格上的那種 基本的需要 那如果有一方有很有支配欲 很喜歡掌控別人 好 那另外一方呢 就很喜歡被支配 然後就配合得很好嘛 好 可是問題是 如果這個支配的這一方呢 變本加厲 不知道尊重的時候 那麼很多時候就會出現問題 好 那被控制的這一方 如果又不會表達 然後又用冷戰的 用退縮的 那這個婚姻就會有問題了 好 你有聽過說 我們兩個因為誤會而結合 因為了解而分開 OK 好 所以性格差異 個人的需求不同 每一個人都有他的優點跟缺點 怎麼樣把你 你跟配偶的優點缺點 成為彼此的幫補的話 那就很好 好 好 你們有沒有做過那個 DISC的那個性格測驗 有 有 幾個人有做過 那 那是在講幾個不同性格 然後最後就給你畫出那個圖 D是多高 I是低 然後 S是多高 C是什麼 那我跟我先生 就剛好 我高他低 我低他高 這樣子 我們兩個 如果 婚姻搞得好的話 那我們就 互補得很好 OK 那麼這是 兩個人的需求不同 還有呢 可能呢 有一方固執不願意改變 或者是雙方都不願意改變 好 你知道新婚夫婦都是 很甜甜蜜蜜 我們說戀愛叫做 Fall Fall in love Fall是什麼 掉進去 掉進去 需不需要力氣 有沒有人說我努力掉進去 不需要 Fall in love 就是怎麼樣 不要努力 這一觸即發 一拍即合 叫做Fall in love 就是掉進去 一點都不需要努力 那就很像什麼呢 你知道 我不知道你們還記不記得 你們孩子如果有在這邊 有上幼稚園 pre school 他們到了春天的時候 一定會給他們做一個 一個塑膠袋 用那個zip lock 那個塑膠袋 小小的 然後裡面放水棉花 然後放幾個粒馬豆 好 然後 豆子啊 然後就把那個袋子貼在那個窗口 然後他就怎麼樣 他就長得很漂亮 有沒有 你們還記得嗎 好 那個 水棉花碰到豆子 需不需要花力氣 不需要 碰 他就怎麼樣 開始 發芽 生根 很漂亮的 你看他在塑膠袋裡 但是問題是 有沒有人看過 那個豆子在那個塑膠袋裡面 可以開花結果的 為什麼沒辦法開 他不是會發芽嗎 會生根啊 為什麼不就在那裡就長大啊 然後就開花啊 結果啊 為什麼 營養不夠 所以呢 當他長到一個程度的時候 老師就說 好你們帶回去 帶回去幹嘛 種在哪裡 土裡 種在土裡就好啦 蛤 陽光空氣水 陽光空氣水 還有你如果要他長得好 還要什麼 還要施肥 還要除蟲 是不是 他才長得好 那麼這其實跟我們的婚姻很像 當這個豆子碰到水棉花 一拍即合 馬上就怎麼樣 Fall in love 一點都不需要力氣 可是如果你要讓這個婚姻能夠開花結果 能夠有果實 能夠成長得好 能夠健康 你就需要怎麼樣 你就要灌溉施肥出蟲 他才會長得好 所以你在婚姻當中 你會聽說 你都跟以前不一樣了 你以前不是這樣 他以前不是這樣才對啊 他就是應該要改變 假設一個太太 假設一個先生他很喜歡吃牛肉麵 這個太太想說 我跟他結婚 我就要去學一個正統的故事 叫做萬軟豬腳麵線 昨天那個 關掉了 昨天那個 烏章老要帶我去吃的萬軟豬腳 假設這個先生很愛吃萬軟豬腳 所以這個太太想說我要結婚了 我就去煮萬軟豬腳 學那個正統的萬軟豬腳 煮給我先生吃 所以他們真的結婚了 這個太太也學會了一首非常好的萬軟豬腳 所以結婚以後就早上吃萬軟豬腳 中午吃萬軟豬腳 晚上吃萬軟豬腳 禮拜一萬軟豬腳 禮拜二萬軟豬腳 禮拜三萬軟豬腳 請問這個先生能吃多久 沒辦法吃那麼久 因為婚姻你想要他健康 你一定要讓他成長的 你不可以固執不變 我就是這樣你想怎樣 You got what you see That's it 但是事實上呢 夫妻雙方都要願意成長 願意改變 才有可能真正的有一個健康的婚姻 然後呢 優缺點才能夠真正的互補 不是成為埋怨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休息 因為我接下來是健全人格 那我們健全人格的話最好一起